由唐茶館嶺到今早早發生奪命車禍 一部私家車駛至近江南隧道口 一個迴旋處時失控撞撥 21歲姓高男司機一度被困 宋苑搶救之後不治 另外4名男乘客全部受傷 其中兩人危殆 網上流出事發一刻的片段 可以見到當時近茶果兩道迴旋處 攝氏私家車高速洗字 怎知猛狠向路中分隔石膊 私家車更加壯志彈起停下環境路中 零件非常一定 黑色私家車高速撞薄的一刻 片段拍下黑色私家車高速撞薄的一刻 車頭直插入石膊裏撞到車身散了 大批消防員圍著私家車想盡辦法 希望盡快救出被困在司機位置的傷者 醫管局流動醫療隊也到場協助 但整架黑色靈智撞到變色形 車頭嚴重塌陷 擋風玻璃爆裂 司機位扭曲變形 消防員出動不同的工具 不單止拆車門 更加要將整個車頂鋸開 陷入昏迷的司機被困過半小時後 終於被消防救出 可惜送去將軍澳醫院後證實不治 原茶果嶺渡往江南隧道方向 跟回旋處時失控撞薄 車上五個男人全部受傷 年齡介乎二十至二十六歲 二十一歲司機傷重身亡 其餘被救出的四個乘客 兩個人情況危態 一人情況嚴重 一人情況穩定 分別樓院 伊麗沙白醫院 聯合醫院和將軍澳醫院 警方東九龍交通特別調查隊 正是調查意外原因 受事件影響 往江南隧道方向近茶果嶺渡回旋處 部分行車線封閉